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接下去要做的就是重新再育一些苗 重新种 不过天热了基本上香菜就是这个状态 如果你想一直有香菜吃的话 你就要不停的育苗不停的种 像现在这个样子 你可能可以把它切了 然后还可以再撑个一周多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停止它这个抽苔的状态 所以说不过现在这个状态还是可以拿下来吃的 只是我想腾些地方再让给其他东西 所以今天就把它割了吧 让它快放入锅中 给我们做一个固热的亚历 我们做一个固热的队 现在就先撰一个固热的队 就是这个固热的队 可是我们会打开 所以我们做一个固热的队 这就是那种太阳的队 如果我们做一个固热的队 所以我们做一个固热的队 现在因为我的地里没有马上需要种下去的苗 所以说我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操作手法 就是把这些需要拔掉的作物贴着地面给割了 然后让它的根系就留在土地里面 这样的话对于我这样一个免根的一个直窗来说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这些残留下来植物的根系可以作为土壤下的微生物 还有一些真菌的这些食物 这样的话间接等于是在滋养你的土地 然后等到你下一批要种的话 你再种下去 过不了多久这下面的根就基本上都烂掉了 所以不会影响下一批作物 还有就是像香菜或者生菜的话 你如果像这样的话 可能它还会再长回来一点 所以如果想避免它长回来 同时也不想把它拔出来 干扰下面的土壤的话 就是可以割得深一点 就这样就没事了 然后这个就可以收起来 可以做堆肥或者不要就扔掉也行 感谢您的观看 现在这些作物都清理干净以后 可以趁这个机会除一下草 像这边有一些小的杂草 已经因为它有种子飘过来 所以它已经发芽了 趁它小的时候比较好弄 我们就用一个浪水框 我也不记得这个具体叫上名字 到时候找出来再做 就像这样轻轻的在表层 不要打扰土壤下来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这就是当你需要打一个作物从地理观圈 给浸出去的时候 做的一些简单的步骤 这样的话如果你有苗 一整好就可以直接下去了